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着别人提起你的名字 我就会脸红 一场有你合照的照片 看来看去都不厌倦 坐着寂寞了很久的窗前 不停的想念 从没有对谁的只字片 预渴可以动了好几百遍 像童话中的时间 如今出现在 真是人像的眼前 在哭门的时刻也有彩虹 哪怕只是倾靠你的肩 像传说中的爱情 如今出现在真是人生的眼前 当你拥抱着我 轻轻的对我说 你会爱我到永远 我就像传说中的爱情 我就像传说中的爱情 你会甜蜜的带着 快乐的Cinderella 只能得到了回答 我便爱我 谢谢 灰姑娘一首歌曲 非常梦幻 非常多童话 为什么你喜欢这样子的一首歌曲 代表自己叻 其实我觉得灰姑娘 她很勇敢的去 面对所有的困难 去面对自己的困难 争求幸福 对 然后我也很希望能够向她学习 是 勇敢地去追求我自己想要的未來 好 希望妳幸福 先來看看四位評判 給妳打的是怎麼樣的分數呢 請打分 祈鈺老師 7.5分 小韓老師 8分 展倫老師 8分 妹妹老師 6.5分 總分 30分 謝謝老師 妳是為今天晚上 第一位三字頭的參賽者 很厲害 來 祈鈺老師 從上個禮拜到現在 我第一次聽到一位歌手 真的 然後我有感動到 唱得很好 謝謝 妳感動到老師了 來 展倫老師有什麼要補充嗎 我覺得他把歌曲的字 歌詞的意境都詮釋得很好 我真的有感動到 兩位老師被妳感動了 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掌聲鼓勵 那觀眾朋友 如果呢 妳也被我們的嘉明給感動到的話 這個號碼一定要記住喔 1900-112-5003 或SMSC3到7-1199 介紹一下